近日,日本政府和民间再次陷入沸腾,其原因就是在日前,中国海军的一支舰队现身日本海附近, 其编队组成为两艘054A型护卫舰,肩上搭载了大量的导弹系统和特战队,有日本媒体表示,中国海军在造访日本的频率上,已经越来越高,以2017年为例,解放军从海面和空中两个方向,进出日本海峡附近,其次数突破了惊人的1600次,日本防卫省统和幕僚监部发表的声明。 现在,中国海军舰艇编队,横跃日本海峡,已经成为了日本的热点话题,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治竞争对象,在接受媒体表示甚至说道,安倍晋三必须出台,可以杜绝此类现象的方案,否则就应该引咎辞职。 此次横跃日本海峡的中国海军550为方号,如果简单梳理目前日本的现状,会发现日本对解放军历次的横跃记录,都是很敏感的,民间则是慌乱,感觉解放军就快登陆日本一样。 之所以会如此,也完全是因为此前日本在对华的政策上,始终是针对,以海上自卫队内力。 在历次的美日联合演习上,日方设定的战术背景都是解放军登陆某地,解放军导弹打击了日本某地,日美联合救援并反击之类的,正在进行登陆作战演习的海上自卫队。 对于日本这个战败国来说,演练极具进攻意向的演习,其设定也是极具挑衅战后国际法律威严的,除了演习外,干涉中国、南海事务,强行划定涵盖中国钓鱼岛的防空识别区。 这些,一度让诸多日本民众,恐惧中日两国开战波及平民,所以,诸多事宜纠结在一起,就如一个火药桶,而中国海军出没日本海。 对于日本来说,无疑是个火,准备点燃这个炸药桶。 感谢观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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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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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